台中北區這間汽車旅館 去年六月發生命案 四十五歲林姓男子下半身赤裸 已經棄絕多時 一開始同行的二十五歲 陳姓女網友公稱 林姓男子酒後亂性 企圖性侵 她離開現場後 林姓男子自己叫小姐 才因為馬上瘋猝死 但監禁抽絲剝繭 揭發案情真相 警方調查二十五歲陳姓女子 在街友軟體上認識死者 兩人相約到摩鐵喝酒 結果陳姓女子將安眠藥 加在啤酒內讓死者喝下 趁機洗劫財物 沒想到陳姓男子心臟不堪負荷 在汽車旅館猝死 警方利用高科技辦案 比對保險套上 汗義的DNA 發現另一名同伙 張姓女子 兩人有婚姻關係 而原因只是缺錢花用 就分工下藥結財 多打七人 這次鬧出人命 被台中地願意強盜致死等罪 將兩人重判十七年徒刑 記者楊敬禮雲傑 台中報導 abrupt 記者一旦 馬opf衡 彩者一旦 一旦 二旦 兩旦 二旦 一旦 手